各位666宿会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保险片 今天周老师在朋友圈看到了水滴筹 其实不是周老师第一次看到水滴筹 我经常会看到很多的水滴筹 因为周老师一直在做慈善 在心安心 当我打开水滴筹看的时候 非常惨 一个自己的父亲生了重病 然后没有钱医治 需要几十万的医药费 而看到水滴筹付款的有多少呢 今天有人捐了一毛 今天有人捐了一块 今天有人捐了一百 最大的我看到没有超过五百 我看完以后 我每一次看到这样的都很心痛 其实为什么说周老师 要不遗余力的推广财商呢 就是因为财商太重要了 如果学过财商 对财商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认知的人都知道 财商有五大资产 企业不动产 有价证券 股票 基金 债券 保险 信托 包括数字货币 都属于第三大资产 第四 专利权著作权 第五 可以流通保质 生殖的物品 固安 字化 黄金 等等 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 你都应该配置属于你自己的五大资产 特别是穷人 穷人最应该配置的五大资产就是保险 在座各位 你们知道吗 很多很多人为了省那么几百块钱 连社保都不愿意花钱买 你们知道吗 作为一个穷人来讲 拥有一份社保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咱不是说你退休工资那几千块钱 重要 社保里面有一项是生育险 你买了生育险以后 你的老婆生孩子几乎是全包 最多就花个一千多块钱 对吧 其中有一项是医疗险 正常的这种大病 很多医药 它都是可以通过社保保销的 所以社保 医保 商业类的保险 是必配的 是穷人必配的 那商业类的保险里面又分为几种 第一个是意外险 意外无处不再发生了 买个意外险 投资个几百块钱 几千块钱 假如说有意外 能够给家人留下来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 不好吗 它不香吗 来 重疾险 对不对 一旦生病了 这些病都是可以报销的 都是保险公司赔的 这些是穷人必配的保险 那个做水滴筹的哥们 如果说他稍微有一点财商知识 他给他家人每一年 只花个几块钱买卖保险 对吧 最多几百块钱 几百块钱都能买到很多的这种重疾险了 那么他就不需要水滴筹 生了重病 保险公司直接报 全报 你们就知道财商到底有多重要了 当然了 如果你是富人的话 你除了要配置这些保险以外 社保 医保 然后这个商业保险 重疾险 意外险 你还要配置年金类的保险 享受富利的力量 什么是富利 李嘉诚先生经常讲这么一个案例 如果说你每一年拿出1.7亿万来去做投资 而且你的投资回报率能够达到20%的话 富利增长 40年以后 这个钱将会变成1.8亿人民币 什么概念 多夸张 那巴菲特说的就更夸张了 巴菲特先生怎么说的 巴菲特先生说 一个国王要奖励一个发明了国际象棋的一个小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说 国王您就讲我几粒麦子就行 那国王一定那可以啊 拿出那个64格的那个国际象棋盘 第一个格子里放一粒麦子 第二个格子放两粒 第三个格子啊 放四粒 就按照这个顺序 摆满64个格子就行 那国王说那行啊 没问题 结果发到最后发现 这就是富利的力量 放到最后一个格子的时候 他们整个国家所有的粮食 给这个年轻人都不够 这就是富利的力量 所以要买年轻险啊 那比年轻险再好的就是人数保险啊 可以真真正正做到必债必税的 可以给你做资产隔离 有道防火墙的 所以当你稍微有点财商 就不至于一些人 我跟他讲几个场景吧 一个人家人生病了 水滴筹没有钱治病 这种比比皆是吧 外出打工的孩子 一不小心意外走了 而且他打工关键是 他还不是人家公司的正事工 连劳动合同都没有 不好意思 没人赔你钱 你安葬费都在家里自己出 家里本身就没有钱 加上唯一的男女走了 那不是就是雪上家装吗 那如果买了意外险呢 走了以后 那有几百万可以赔付的 你买少一点钱 买个几十块钱 那意外险也能赔几十万啊 对不对 那再给大家讲一个场景 一个非常有钱的老板 结果因为商业竞争的关系 那企业暂时资金被冻结 明显的房产和现金都被冻结 全没了 花钱请律师的钱都没有 那如果他买了人寿险呢 他完全可以做保的贷款出来呀 所以这就是财商 真心的希望大家一定要学习财商 当然了 如果你是一个企业主 你更要给员工买这个意外险 和这个重机险 试想一下 今天一个老板 辛辛苦干一年 一年就赚三十万 结果一不小心 他的员工在宿舍 消失了 不在了 走了 怎么办呢 那家属肯定会让你企业赔呀 对吧 如果在工作岗位上 那更不用说了 一条人命值多少钱 可大可小 几十万可以 几百万都可以 上千万都有可能 所以说 如果你给员工买了意外险呢 这个钱你保险公司可以出了 所以说保险 作为财商的五大资产之一 非常非常的重要 大家一定要学一点财商 学一点保险知识 有人说了 老师 我去哪里学保险知识 我就是不懂啊 你多找几个保险公司的销售不行吗 你多找几个保险公司的销售 对吧 让他们成交你 他就要开始跟你讲啊 你连续找十个 免费请你吃饭 免费给你上课 多好啊 你不就懂保险了吗 就这么简单 希望今天周老师的分享 能够帮到你 我是周恩强老师 我爱你 如同爱自己